大家好,我是副平衡的OYOYO 首先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過去其實我是個血汗工人師 每天工作12到14小時 但是當我的同事拿到這個薪水 就是血汗錢在成家業的同時 我重情於消費 我三年花了兩百萬,其實我是個月光族 我沒有出訊 可是我發現我買的東西其實並沒有讓我有任何愛不吃的感覺 他就對放在倉庫 甚至我連送一台iPad給女朋友 都被女朋友嫌說不瞭解他 別人吵架,所以我發現到 原來花錢不一定能買到幸福 那現在的服務其實都很棒 故事重新演起,我會去搜尋 原來是用這個東西 可是我卻發現現在的資訊都是一個炫耀 勸敗美照集中地 都是專家高產過路的平台 我要寫的很厲害,我才能開箱 那甚至變成一個行銷工具 那副平衡要透過社群的力量 來營具負面的觀點 那我們要讓購物再次變成一個幸福的事情 所以如果這一次 我再進來這個步驟 我來看iPad的話 其實就可以有大家對我的提醒 告訴我什麼東西不好 什麼都可能有什麼問題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們左下角其實留一個版面 就是做公益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我們是一個負面的網站 我們在拉扯社會的經濟流通 但其實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當我們有能力 對這些奢侈品到三論事的同時 其實社會上有一群人 他連基本的物資都沒有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 我們always會keep一個版面 留給就是做公益的連結 那讓寫的人知道說 當你在告訴別人說 這個東西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是幫社會 節省一些成本 然後分配給更需要幫忙的人 所以我們的慈善連結的點擊率 是我們最重要的KPI 對 那如果以後我們做功課 例如說我又看到DysonTZ想買的時候 在這群美麗的圖片跟購物網站中間 都有一個負評網 我就會點進去看 那希望大家也會點進來看 但是今天其實我不是要跟大家賣這個產品 或是就是請大家上網網站 其實我想跟大家多聊一下我的過程 其實在履歷上的我其實 像杰倫是一個正向能量爆表的人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認真很偉善 照著社會規則走的一個人 就是說有什麼表現空間我去表現 說的事都可以爆表 所以這個人認真的連我都害怕 我會覺得這個人真的很難相處 可能他是很認真 但其實私底下的 我其實我從國中 我可能會跳火車 我會打架外公務 那在我小時候 其實我就很喜歡做網站 那我就做一個商務資訊站 那負責去國外收集一些資訊 他可能做翻譯 或者是做一些紀錄上的討論 那做了一個商務資訊站 那在當時WAVE1.0 就是都是站長跟網民的時代 這個時候其實有不錯的流量 那最後我就用了這個流量 我就想說那我就開個論壇好了 那開這個論壇一開始流量很高 就是很多人會來這邊做討論 就是有點像現在的E.0那種感覺 可是後來因為我是稍微站帶過來的流量 其實還不夠高 那別人論壇就越來越多了 那後來我就 這個論壇起來還蠻厲害的 我就去申請一個叫站長的帳號 就在別人的論壇 然後就用這個站長的帳號 一直感謝別人的分享 然後一直感謝別人的回饋 後來裡面的人都以為我是真的站長 有問題就問我 那個站長就很不爽 他就把網餐關掉 所以我流量又再度回來這樣子 所以 那月亮其實有跟大家提過就是說 因為我接觸燒物嘛 那一開始廣告其實都賣給補鐵商 因為其實他們就是會知道一些遊戲要怎麼破解 它才慢慢考 所以我其實不小心走偏很多 我在高中的時候去賣大補鐵 那大補鐵現在你可能會覺得很難想像 可是這好像年代其實它是一個很夯的行業 就是你是一個從零到有 就是可以 我們第一個禮拜就賺七萬 然後後來就像月亮講的十幾萬 其實那個錢是非常好賺的 那個社會上大發展的大部分 然後現在網路就是那個 所以都好像有點負面 那最後我決定我做一個正面的東西 跟EOS Google很像 就是說我覺得怎麼可能 就是說這些生涯規劃的資訊怎麼可能 我都是看分數表 從高鐵到低 為什麼不是由大家來討論那個 所以我覺得這次我終於做了一個正面的東西 可以幫助台灣 可以幫助這個社會 結果當我去當兵的時候 有的人在上面幹狗他的教授 或什麼性騷擾 什麼色情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在當兵嘛 所以我大概就六日出來抗文 然後禮拜一很有摸棄 他就在破文 就是一直 他一直是二一公斤的教授 結果當我退伍的時候 我就收到一封信了 這封信就是要我 就是要告訴那個警察 就是說到底 那個在上面亂留言的IP是多少 我要負責做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我本來沒有責任 我可以把IP給他 我就沒事了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的網站是架在 我的網站架在學校 那跟老師中間就有一些不愉快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把網站關掉 所以我是其實私底下的我 其實是一個年 做一個想幫助社會的事情 但是就搞得很負面的一個人 這樣的人其實在三年都以前 退伍走進了新竹科學園區 然後其實當園區工作師 是我一段非常奇妙 跟成長的旅程 因為其實我的老榜同事都很厲害 其實我喜歡這份工作 可是我做後做發覺 好像我正面能量有點高了 好像不太適合我 所以我就決定離職 來在那兒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推出負評網 那其實負評網很幸運的 就是說 其實在Star Weekend跟接下來的旅程活動中 其實我們是真的很拚命 那也真的就是別人覺得說 我們表現還不錯 我們得到優勝的團隊 到這邊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為了夢想去創業那個 但其實當我真正簽下離職的書 然後跟老闆道別 say goodbye的時候 其實那一天我是真的 有點想吐 有點想吐 因為我突然覺得很緊張 因為原本的老闆同事 我信任老闆 我信任同事 老闆信任我 同事信任我 但是我現在要出去面對一些 其實我沒有那麼熟悉的人 其實我是很害怕的 然後他也佩服自己的老闆說 因為其實我的團隊其實都四五個人 但是其實共同上 有時候就是會有一些那個不順 那我就想佩服自己的老闆 他可以帶那麼多人 但是卻能就是敢做每一個決定 這其實我是以前只會抱怨 現在開始我知道其實他是很厲害的 那更實質的就是說 其實我吃飯 以前就是眼裡面在管錢的 其實點了小菜吃兩口也是點 那現在其實真的不太敢點小菜 因為經濟的能力相對真的變得比較弱 然後甚至真的要 就是我就騎摩托車要 騎出騎回家的時候 其實真的有點懷疑這一步 可是還好 就是還好其實我背後 其實有很多好朋友知識 就是像我自己的老闆 前老闆 他就真的去幫我找一些聚會 然後去說這是你的客戶 或是我以前的師父 我的前輩 還有我的學長 其實大家都很努力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我很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跟 因為我上班會開玩笑 但是當我真的很認真 所以他們知道我很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保護 那還有社群一樣的支持 這種是大weekend的社群 那台中焦點 其實我在這邊 其實我在台中焦點 第一次來是台中的一周年生日 那時候其實我就 網正台剛開始 我就許一下說 我明年的生日 就是副平衡的生日 要跟台中焦點一起辦 兩周年生日 所以其實我很感謝 就是其實有這些社群的支持 那現在我進駐了交大的育成中心 那這邊也有很多團隊 其實可以給我們一些想法上 或什麼的那個 讓我們比較沒那麼孤單 那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找到我們的夥伴 其實包含今天來的建民 然後還有另外的brand跟館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Style Weekend的過程中 其實是 說實在充滿了壓力 然後一直不斷的磨合重組 那最後真的願意跟我們走到最後的夥伴 其實真的非常感興 而且我們相信就是說 其實我們不用每個人都是什麼 十年經驗相關產業的東西 但是我們只要兩個人 三個人四個人 願意把事情做得很好 而且是真的很認真 很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知道其實就算創業 或者是講說副平衡這件事情 一定會有失敗的風險 但是我覺得我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已經非常幸運 可以帶大家的支持 那現在要請大家協助 你可以給我台幣一億 或者是 我們副平衡接下來要上線了 那 就是說我們會 在北中的各個點 其實我希望 一開始我們上線是推給認識的朋友 就請大家上來試用 可能透過留言 或者是瀏覽的方式 告訴我們一些意見 就是我們網站應該怎麼改善 因為我比較相信 真的聽過我們分享的朋友 他知道我不是來亂 他知道我是一個非常非常認真的兒子 不是在 因為我在網路上說 我不是在講副平衡 他們都在這一定來亂的 一定來搞什麼抹黑的 但其實不是 其實我是一個 就是跳出去舒適圈 很認真 很認真做這件事的 所以一開始我們其實會在 北中的各地 都會像這樣 煮飯這樣的蜜辣 那當然其實焦點的朋友 我也很希望 就是到時候大家可以起來參加 或者是那個 所以有人會問了 到底怎麼樣現成台幣一億呢 就是很簡單 就是焦 然後在焦點的台中 你會把 就是我到時候會把資訊PO出來 那可能 其實如果大家實體的時間不好 我可能就 留下線上的一些說明 所以可能第一個 你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例如說加入會員 然後加入會員 你會覺得介面很爛 或什麼之類的 那第二個 你可能要分享一則 懂的東西 你可能覺得怎樣 會不會覺得很爛 然後你可能要點別的留言 點like 你會不會覺得很爛 大概其實就是這樣的東西 那到時候我們都會在 台中焦點的余會版上面PO 那我的習慣就是回去 大家只要有參加 我一定都會加大家Facebook 所以如果你有在這個活動有出現 都會講什麼 那謝謝大家 我們相信負面力量去台灣 謝謝 還是有人要給我疑也可以 我都不放吻 然後講好 我給我疑我不放吻 有問題嗎 知不知道我會先你們 那你們在做這個的時候都不會被人家攻擊 因為畢竟這是屬於有點像 人家可能會把他認為是他攻擊性的東西 或受到一些壓力之類的 法律或是實體上的直接攻擊 都有 因為他其實攻擊有什麼地方 因為他覺得你會對他做 對他有點像 你不到毀棒 就是說對他名譽會產生不分 會產生影響 其實說實在的我們如果 其實是擔心的 其實我們當然不希望我們的平台 其實要做一件那麼好的事情 但是被大家 就是不管是誤會還是操作去弄 但是我企圖就是樂觀而想 就是說當真的有那麼一天 就是網友在上面留言 然後有人要來告我們 我企圖樂觀而想 那代表是我這個平台有一點影響力了 對 所以其實我也蠻期待那一天 因為這件事已經會發生 像之前我寫 之前我那個教授的平台 其實在某個領域的教授 會只要Google 這個教授裡面就會在第一名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被Google到說 人家說他心燒好 其實他非常不開心的 所以他一定會體驗 對 但是相對的代表 其實是做到某個成績 所以我一方面是有在練身體 我就像那個 就是現在開始講 像弟友這樣練身體 就是到時候有人在打我 我就是至少跟你講 但是就是 我是比較樂觀的想 就是說至少我們現在還小 然後說實在 沒什麼要來看 我們就是讓大家就是 我們當然管理的文化也要建立 但是 我們有一天如果 就是我們要在小的時候 就建立一個 不是在惡意攻擊別人的一個文化 那到大的時候 我們就要有辦法承受這樣子 我想要前提到一個問題 像之前鬧很大的三星選手 如果他藉由沒有完蛋去 去攻擊對方的產品 那你為什麼可以放棄他們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其實真的就是說 如果三星很認真很認真 研究HTC的產品 把HTC的產品的缺點寫上去 我覺得 其實對我們來講 如果他沒有做灌水的東西 我是覺得沒有辦法反對 HTC也可以告訴別人三星有什麼確定 因為我們平台 我們不是在 我們不是HTC的紫器 我們不是三星的紫器 我不會管HTC 明天我們會餓死 我只管消費者會不會買到 不好的HTC的產品 對 所以我們要的是不要讓 不要讓 之前為什麼有寫手呢 是因為他可以找寫手 對不對 他可以把一件 明明就一個人發生的事情 變成很多人發生的事情 而且他可以用很好的文筆 把它渲染度很高 他可以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不好 但是把它渲染得好像很厲害 這個是過去的平台 來欣賞出現問題 因為他已經是一個專家平台 專家可以寫出有影響力 但是在我們的平台 我們希望就是說 對不起 我們希望讓他走到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 然後一個很特徵化的東西 而且我們有相對的票數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 要在這個票數的地方 我們要有一些技術 或管理上的一個 Gating 就是把它攔下來的方法 讓他寫一些 一些很少數的觀點的時候 他就很不容易被看見 那這邊是大多數人認同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票數是 是我們工程的重點 對 他如果真的想要寫出 很有渲能力 他就是要找到真正的渲能 例如說HTC有紫光相機 如果他寫上去可能會認同 我就會認同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我們不讓你寫好的東西 來噗摩尼爾 不讓你寫好的東西 來噗摩尼爾上面 對就是一個 複雜 那那個公益那個是什麼 什麼進行 就是那個公益 其實我自己有去搜尋過 我自己的一個公益的歷史 這些都是直接可以 線上捐款的 那我們有兩個方式 一個方式當然就是用武力的 就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現在捐款很方便 那大家直接點過去用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之後如果我們搭配一些活動 如果大家來這裡寫了多少個短片 或什麼的 我們由官方的角度去捐助一些物資 那一開始我們公益都會鎖定在 比較是貧窮的小孩 或什麼的 因為它跟資源比較 跟資源不足比較直接的相關 所以公益的部分 我們就是 就是都會放在那邊 那都會是 偶爾是給它一個房地版面 希望就是我們在負面 負面舊台灣的過程中 其實是有一些正向的能量 請問一下你們 我們要什麼收來源 可以支撐 其實 我們分為短期的總期跟長期 短期來講 其實現在就是透過 創業很多這件事情 會到各處去參加活動 這些活動可能會提供一些免費的便當 這是我們短期的商業 那它便當有來蠻好吃的 可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還 就是我們現在其實很專注我們產品 那長期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的獲利模式已經找到Win-Win-Win 就是說 不是只有我們跟消費者贏 我們希望讓廠商有機會去改善它的產品 或者是去回饋消費者 其實 例如說客服專線 如果它給你一些小小的一個Coupon 或什麼東西 其實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服務 它可以 等於是商家在維文化的商譽 或者是做一個另外一個類型的Promotion 或者是甚至我可以告訴它 現在的消費者 其實可能在怎樣的族群 對什麼東西可能有怎樣的不滿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協助它去加強它下一個產品 對 或者是去跟市面上其他人競爭 其實我以為是取代一部分的飼料成分 這是我們長期的目標 好 那掌聲謝謝兩位 光臨 學員 光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